加入读书会 然后说我不会做简报 我不会做什么 可是现在他站在这边做导读 高雄的张仪翔 那今天呢 待会你即将看到的这一群人 你们至少要站三分钟才可以离开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在二楼的技术团队 平常躲得非常的好 但是今天仪翔要下来导读 所以 所以他们全部的人都下来乡庭 一起说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这能量 好请导播 TECK 二楼不会开天窗吧 是来 敬爱的上人 敬涉师傅 还有全球的慈激家人及书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高雄的张仪翔 上人是我法号绿云 今天要导读的范围是 2022年整研上人那旅足迹东之卷 11月5号到11月11日 我要分享的主题是 盘点人生损益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张简报的封面 呈现了四种不同的风景 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 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在四季轮转中一年一年的消逝了 上人说日子过了就是生命减少了 日子过一天生命就少一天 但是如果我们能发挥良能 为人群为大地来付出 多做一天就可以增强一分的道心 也可以增加一分的慧命 在我们这条慈祭菩萨道 我们如果可以走得越踏实 生命也就越充足 如果没有做 慧命也就会随着生命削减了 从这一张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一生 从出生到学爬 学走路 接着上学 读书 出社会 工作 赚钱 很快的我们就步入了退休生活的中老年 这生老病死 是人生的自然法则 而生老病死 的感受都是苦的 那最为无奈的人生呢 当然就是衰老或是生病了 我们的人生有多长 我们从出生走到现在 从现在迈向未来 试问我们是否曾经想过 我们自己的生命中 有多少的时刻可以发光发热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 恭听上人教我们这一门 人生经济学 我们一生中 到底是有多少的人生呢 一天 如果睡八点钟 一世人 睡三分之一去 我如果是六十会 三分之一 睡几年去 就要睡二十年 还要靠在什么时刻 靠一个讨厌的时刻 最早要讨厌十二年 对吗 讨厌十二年 了解了多少 哪一天的吃饭 我们普通的家庭来吃饭 要用多少时间吃饭 一当的吃饭 用四十分 你若是吃三当 三四十二七八二十五两点钟 如果一五月吃几点钟 吃六十点钟 到底六十年吃几点钟 有的人 会响下去 如果痴呆下去 又回过 和同时代 你想 到底 这样 斩头下跪 春中阳 又睡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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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去游浪 你想 到底有多多时间 所以 人生的经济学 男后爱悠 如果我们的生命有八十年 那每天扣掉吃饭 睡觉 还有吃喝玩乐 还有家业事业等等 那我们还有多少生命 可以行菩萨道呢 在天下文化出版社 出版了一本上人的著作 人生经济学 书中上人说 世间的经济总是好坏起伏 但是人生的时间 如果流失了 就永远无法挽回 所以我们应该要重视 生命中时间的经济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拥有相同的二十四小时 我们应该要把握时间做好事 才能种下善的种子 如果空过十日 就像寿命减损一样 我们看看如果我们的人生 就像是这个时钟 但是时钟如果走太快 我们还可以把它拨慢一点 但是我们人生的时钟 却没有办法拨回 所以我们应该要爱惜分秒 不能拖拖拉拉 或是虚度光阴 在普贤菩萨颈重记中 也告诉我们 世日已过命意随减 如少水于死有何乐 大众当情精进 如旧投燃 但念无常 甚物放逸 这也是上人常常叮咛弟子的话 上人期许我们人人要把握分分秒秒 珍惜人生精进于道 创造人生的价值 上人希望我们要学会算账 也就是自我盘点 我们要回忆自己是什么因缘 认识了师父 我们跟着师父多久的时间了 听了师父说的话 我们就去做 做了多少呢 做的是对还是不对 如果做对了就要赶快入账 代表我们的慧命增长 如果做错了就要赶紧删除 也就是忏悔与改过 接下来我们在宫廷上人 开始生命的盘点 大家人要生命 稍微拌点一下 你如果有在做生理的人 回来要快拌点一下 同样的道理 小爱稍微生活以后 八万六千四百秒 我们一天进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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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点过后 开始 未来的火就已经又进来了 凌晨一秒 凌晨二秒 这样一直开始 我们从今天一天进火来 就是晨晨十二点过后 第一秒开始算 算到现在 已经过了多少秒了 记得大家自我倾体 生命要算秒数 所以我这秒好好地把握好 这一秒钟 这一秒钟 无论说错误 无论说错误 无论去错两头 所以无论怕错误 所以每一天的 都是把握 生 练的这一秒 我们要好好盘点自己 如果还存多少呢 有我这个身体 去为我的未来 未来 我要走的方向 还有增加力量 我要走的方向 已经对准了 但是呢 我要增加那个流量 才不会去 尸毫地偏差掉 这就是 赛名 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 当下这一秒 不要说错话 不要起错念头 不要走错路 要朝正确的方向 踏实精进 在书中上任提及 台中第一科慈祭种子 黄玉女师姐 和王天丁师兄 黄玉女是一位老师 他用生命做慈祭 他说 功德会就像他的生命一样 即使他生病躺在床上 只要有人打电话来说 要去参加慈祭 他就赶快出去收功德款 他的同修王天丁是一位校长 他主办过慈祭台东第一次的大型震灾 第一次议诊 还有商人在台东的第一场大型讲座 他们运用教育界丰富的爱心 结合地方资源 积极接引善心人士加入慈祭 让台东这片的土地 渐渐传扬出慈祭之声 两位菩萨道旅把握分分秒秒 投入人群去付诸 他们做到最后一口气 这就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 最后邀请大家一起来攻读 好 拿麦克风回话 身体现在还痛吗 不会了 已经解压了 解压了解脱了 他到昨天的时候还是给我反应 因为其实他身体上是常常在痛的 好 陈伟任在这边 你这一堂课要仔细听 也许早餐会有用 好 那其实啊 他跟我们读书 跟我的姻缘很奇特 他反而是因为海外的家人回来 然后我们一起去聚了一下 我才知道有他的存在 然后他只是坐在那边乖乖的 后来我就请他 第一件事是请你做简报吗 对不对 没有 那时候叫我写字转传 他传email给你 写字转传email 我这么严格吗 在以前 还写字转传email 然后他说 根本从来很少在写文字 老师怎么会叫我写文字 可是你知道吗 他现在是回到金色节级 而且在最早2019年 所有的文宣 都我一个人在写文字的稿以后 之后我找了两三个 慧云还有他其中一个 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好手 那现在到节级那个部分 更是搭好手 可是他在去年年底 承担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叫做何契掌 可是在承担何契掌之前 他承担的是骨娟干事 这件事也没有停 也就是他现在处于 一天24小时 都完全不够 你很紧张在按检报吗 是谁在按检报 江主任 江主任你为什么要按检报呢 让我乱掉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看他的时间 其实已经过分秒了 那一天我就丢静元老师的给他 我说你在节级 静元老师文宣给你写 他有叹了一口气 我感觉 虽然我没有看到他 但是他有叹了一口气 但是我说你来写静元老师 你跟他一段时间一定是更熟悉的 但是他还是很快的把时间安排出来 刚才上人在讲人生经济学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我不知道 你就突然睡好久 吃好久 休息好久 玩好久 还真的一辈子下来 这些时间就已经空掉很久了 所以往后我们都会睡很久 现在睡少一点也不会怎样 但是身体还是要照顾好 那我们二楼技术团队 真的让我们非常的赶佩 他们几乎在二楼不见这里 在二楼跟我们的口译团队 Irene最清楚 他们听不懂的语言 但是就是要乖乖待在二楼 我今天特别跟他们讲说 你们今天亮相 而且不用戴口罩 请注意看 这只是其中的一些人而已 好我们一起念这个吧 反入心成为谁 生无量 掌声感恩 以祥以及我们的二楼技术团队 非常的感恩 好 我们回到简报 那这边的石金说 人生的经济学应该是包含睡觉学问 因为心中有烦恼 睡不好也会带来生命的伤害 所以平常要驱除烦恼 就可以减少睡眠的时间 对 谢谢Irene 她一直一直在回想 等一下我再说 然后这边美玲说 感恩以祥师姐分享人生经济学 上人真的好可爱 好 花莲的文带说 那赞叹以祥师姐导读很清晰 提醒我们人生真的不是很长 唯有把握人生正确的方向 重视每天八万六千四百秒 盘点自己投入时间的善恶 提醒日日过秒关 把握当下的每一秒 感恩您的分享 加拿大的管心灵说 满糟损 牵手于盘点自己的人生价值 意思如此 说好话做好事 不能自满 永远不嫌多 她 特别说 感恩口条清晰 气质优雅的 仪祥师姐 精准导读 我们以前 熏法乡的时候 都是她去我家载我来的 所以她现在变更瘦 然后我变更胖 我在旁边就是圆脸 然后看她脸上是小小的 挺好的 日本试院分说感恩 张仪祥师姐的导读分享 把上人对分秒不错过的生命理念 透过盘点生命的人生损益的导读 让我们更准确的掌握自己 应该面对未来的人生 第一次导读能如此淡定文重 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 那其他等一下在念 所以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 你要开始才会变得很厉害 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全力以赴 缔造佳金 线上重点顺口6 来看看我们的团队 他们在上个礼拜写的